为了我上课方便 所以这张图我不想要删掉 所以我先复制它 复制 然后贴上 请问这样子的内容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把它画成群组直挑图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2013到2016 它的各年的销售笔数 笔数知道吗 我总共有1万笔 然后2013年1.8千笔 然后2014年2.2千笔 然后一只类推 可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再往下探 因为刚刚我这边我把计拿掉了 有印象 所以往下探一次 它就变成从眠跳到月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什么事情 请问有发现什么事情吗 差不多 差不多 1.2.3.4月的销售笔数 是不是比较少 5.6.8.9.10.11.12 是不是销售笔数比较多 有看到这件事 所以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大胆的讲 因为真的 我们再到时候把它画出一条 就是散布图 然后趋势先一放上去就知道说 他们这两者之间绝对有很高程度的相关性 也就是说销售额跟销售次数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 可以吗 所以要解决1.2.3.4.7月的问题 请问要怎么解决 增加定单数 同意吧 这不就是统计在学的东西吗 好 那张图我还是先画出来给你们看好了 不然请问这张图 我刚刚是不是 我觉得大家要眼见为凭 就是这一张 这一张是销售额 对不对 各月的销售额 这一张是什么 订单数 订单数 所以这两者之间 我是不是这边 我再复制一下 我再复制一下 因为这等一下我还要再计算 然后贴上 所以请问一下 这一张 这一张我是不是要再加进来 我的什么销售 销售额 可以 请问一下 现在是不是有了订单笔数跟销售额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画出散布图 散布图记得 这是不是年 这是不是年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向下探 是不是变成月 对吧 然后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应该画出一个什么 趋势线 加入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有五个月 你怎么知道五个月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可以 这边图例 可不可以把 可不可以把 订单日期啊 放在这边 订单日期放在图例这边 然后把它改成什么 日期阶层 这样就变成很多很多资料了 好吧 我们不放图例了 我只是要告诉你 这边有十二个点就对了 所以我把图例关掉 这边有十二个点 一 这边有一个点 这边有两个点 这边有两个点 可以吗 然后接下来 这五个点就是这 这黄色的 这几个啦 例如说 我现在点到的是一月 然后这边点一下 这点到的是四月 可以哦 好 请问一下 这边是不是剩下 那比较销售比较高的 好 请问 这条线 这条线 是不是几乎成45度 45度线 但你要什么意思 有关系 而且是什么关系 正相关 任谁都看得懂这张图 可以吗 然后你剩下 检定 请问一下 你高大学 大学一年期 不是统计 不是必修吗 上学期哦 我不知道 我以前最早是念会计 统计 我没有分 初统就要念一年 然后高统 要念一年 好 可是至少 检定 那是很重要的章节 请问你毕业之后 不要说毕业 没用过 没能讲出来 我们大数据分析 可不可以 没用过 不行 你今天要报给长官 听的资料 请问你能不能不算 不做统计检定 如果做了统计检定 甚至可以这样讲 讲出 讲出神才会说的话 或者讲出那种 可以呼隆 很多一般人话 什么 什么跟什么是有关系的 然后服从什么统计假设 什么逻辑师回归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知道我在讲什么 你不能直接到时候 先发了一个新闻稿 然后过了一个月之后 对不起 我之前算错了 你知道那个 到时候谁会倒霉 到时候算的那人会倒霉 知道吗 就是我们 我们现在做这件事情 我们是不是找到两个关系 找到关系 你还要把统计检定给做完 所以要不要学检定 好 既然大家都不要 那我们那一段就不交了 你们好像没什么意愿 很抱歉 就是该看的统计检定 到时候会点一些影片 你们要不要回去看 拜托你们 一定要回去看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你到时候 你不做检定 到时候死的会是你 对吧 你让主管难堪 你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好 知道我在讲什么 不是我们看完这大数据分析 看到哇 好棒 就结束了 不是这么一回事 后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检定 当然我们是 可能是拿一个 简单的一个卡方检定 我们来去做 至少做完卡方检定也不错了 好 你有没有看到这边 这边是不是呈现一个逻辑是回归 它基本上 它还服从 还蛮服从的 除了这个月 这个月 8月 8月 比较不服从 至少 其他的那个R Square 应该是蛮贴切 在这条线上的 好 不管怎么样 请问一下 你会不会把这个销售额的资料 跟什么订单的笔数 然后去划出这一条线 一定要会 这是现在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所以在这个地方 因为只要我们 只要我们订单数多的话 我们的什么销售额就会高 对吧 所以要解决1 2 3 4 7月 的这个销售额低的情形 解决方式有什么 是不是增加订单 可以吗 可以哦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 做出来这张图 你在或伤寓 我现在给你 lon 你 没